TOKO香港廣告思極科三年加班的學生 在製造馬賽科的作品 這次班非常厲害 因為來賓有三位 拿到全國基林競賽分枯賽的金牌 真的要努力 踏實的學好技術 然後發揮自己擅長 練習在練習 一直拼命練習 每天練多久 多久 就一直很練 這次的金牌選手說 就知道要拿第一名沒祝福 練習練就沒得到 因為應對公國設計的憑慈 不然是要在比賽中心 還有更加大希望 就是希望能在今年八月底的成國賽 就是能達到全三名後保送給我們大學 我想當一個有名的設計師 然後設計出好的產品 然後可以說就是可以改變這個社會 這次班的學生 不然這三個金牌 為這年級到三年級 因為這次七十九年齣的中間 好好認為這就是世信發展的成果 就覺得還滿幸運的進來廣告課 因為就是課程很有趣 然後就是老師跟同學都就是還滿有賛 班上雖然只有三十九位學生 他們有二十八位對外比賽都得獎 而且有二十七位也得到議席證照 這個證明說我們這個只要肯學習 那個在技職學校裡面 也可以能夠發展一片兩片 講題的人的頭套 還有眾人的講題 為商品的作品到大型的海報 都是核心用心創作的成果 也是他們選擇 最適合自己未來的發展 記者靈一靈 採訪報道